2023制霸回籃超级马拉松 9号清晨5点在国福棒磊球场旁集结开炮 县长徐正伟起了个大早前往质疑加油 和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超马选手 一起迎着晨曦愉快前行 体验花莲的湘海优美风光 各路英雄好汉勇不勇 勇不勇 勇 在不在 在 县长徐正伟表示 全国众多超级马拉松赛事 在好山好水好空气的花莲 也是举办运动赛事的最佳场地 而花莲更有七座小百岳 欢迎全国民众来到花莲 青山青水了解花莲的生态 及遵循自然法则 并在大地中获得幸福 继续向前的能量 这一群生人 神智不亲的人 欢迎大家来到花莲 有一天在春节期间 我到我走左仓步道 然后在那个山顶巧遇黄博士 黄博士就说 哇我们全国有非常多超马的活动 尤其是这一周要超马 所以这位就说 这里左仓步道要跑超马 我真的很建议很惊讶 后来我就想来看看大家 第一个真的是 参加的是勇士 玩赛的是英雄 给各位弟兄 勇士真的是加油 台湾龙凤越野协会理事长指出 主办单位举办八百壮士超马系列 每年举办八场超过一百公里的超级马拉松 以跑步旅行的方式游览全台各地的各景点 那这一场自霸回来 它是从这边起跑 然后绕进那个左仓步道 然后骑星潭 然后沿着滨海自行车道 一直到水莲 到水莲 然后再从米站步道 再跑去鲤鱼山 鲤鱼山之后 才回到花莲市区 总共全长是104公里 那我们这些是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超马豪手 那大家都是爱好跑步运动的一些老朋友 那我们是属于比较跑步旅游的模式 那我们目标就是希望每年能够跑全台湾到处去玩这样子 2023自霸回来超级马拉松 让参赛者沿途保揽花莲的好山优美风光 3 2 1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盘花莲